又是凤凰花开的季节 台东育人中学的学生 特别以创意短剧表演和歌舞的影片 打破了毕业典礼 离情依依的感伤气氛 并选在晚上来举办 搭配绚丽的烟花 带给了现场全体毕业生 一场难忘又欢乐的毕业典礼 与会的家长也对学生们 无限的创意给予了赞赏和肯定 绚烂的烟火在夜空绽放 台东育人中学有别其他学校 特别选在晚上举办毕业典礼 挥别不舍与哀伤 以趣味话剧和歌舞短片 带给毕业生一场难忘的毕业典礼 那我们特别选在晚上 就是有一种在办喜宴的那种的精神 就所谓的种下业之梦 那我们是希望快快乐乐的 大家在一个欢乐的气氛之下 办这样的一个毕业典礼 学生们创意的表演 让台下师生家长看得目不转睛 特别从台北来到台东 参加毕业典礼的董事长成立 也对学生的成长表示感动 看见学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感谢 最大的盼望就是看到一群的学生 能够用他们的语言来表示他们的感谢 或他们的成长 最大欣慰的就看孩子长大的时候呢 也其实代表我们的老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希望 就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连续两年都有来参加育人的毕业典礼 那我觉得每次来参加之前 我都很期待 因为都可以看到孩子里面不同的创意 整个毕业典礼啊 不管是学生老师或者是家长 一定都很感动 毕业是迈向人生下一个旅程的开始 语言中学的学生用创意 展现出新世代的能量 让人看见台东孩子无限的潜能 祝福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 持续发光发热 记者肖家会台东市报道